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给大家讲述一部个人传记影片,剃头剑 该片的美术教育几乎是不做过多的修饰,尽量恢复生活的争取原本 为了不识该片风格,导演大胆启用了93岁高龄的非职业演员,静悔老爷子,本色出演 静悔也是一个年过90的老人,他每天最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骑着他的三轮车 到各个老姑和家里,为他们剃头刮脸 这一做就是大半妹子,但价格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在别的发廊价格都抬了几十,上百的时候,静悔老爷依然是五块钱 暴斗流是静悔老爷的一个老客户,不管怎么讲,暴斗流就是不愿意去发廊理发 只愿意静悔老爷剃的头 这种老姑和剃头匠之间的深厚情感,并不是用金钱和手艺可以衡扬的 影片中静悔的生活和所有同龄老伙计的生活一样,很平凡 缺少儿女的肥伴 但是他给每一个剃头的老客户都会说一些,激励对方的话 希望他们多走走,多动动,多说说话,别招人烦 不仅身子要动,脑子也要动 尽管老客户普遍回答是抱怨,是无奈,是力不从心 但静大爷并没有为此妥协,他依然在圈口上,各位老伙计,多看看外面,照顾好自己 静大爷的生活是孤独的,却又是多彩的,孤独的是没有孩子的陪伴 只有一些儿子对所受的唠叨 而多彩的是,他会在日历的标记下,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给哪一个老客户去剃头理发 当赵大爷跟他抱怨,儿子想要争夺那份老房子的拆监费,几个月没有回来看过他 当和老米同志聊天的时候,提起了儿子对他的忽视 静大爷都能够做到充而不问,只是劝一劝他们过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 他不仅常去给老伙计们剃头,没事的时候还会和老伙计们一起打麻将聊天 他是一个对钱,对身边人要求很低的人 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记不住很多事,也不想记住,记住太累了 不得不说静大爷的心态非常好 在听到老伙计们不断聊到车间房的问题时,他保持了沉默,不发表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静大爷的生活非常自律,家里有一个老实的摆装 每天的钟秒都会错五分钟 而他每天晚上固定的事情就是卸下假牙 然后调好钟秒,关灯入睡 每天早上必做的事情是对着精子 拿起自己的小数字,里里白发 活得很有意识感 什么东西都不由自己控制了,让他们随缘去往 他是一个很省事的老人 做什么事情都不愿意麻烦别人 他为自己早早的准备好了中山庄 办好了新的二代身份证 也把最重要的遗照赔好了 当钟秒停下了那一刹那 我真的以为静大爷再也醒不过来了 还好只是表停了 他需要再去钟秒后和别人商量把他的表修一修 继续损坏着以往的生活 拆连的工作还在继续留 身边的老客户却一个一个的离开了他 他经常看到街边的本村王 生意也不是那么好了 实在在变化 任何人都在默默的前行着 只不过这群老人再也没有了当年那那个步伐和飞起的速度 他们能夺的就是少为儿女添加麻烦 他们能夺的只是默默中多一点不同寻常 故事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 我是大宇 咱们下个视频见 是 那个人不让从损坏 是 天青阶 寻常 想